年度最佳玉岩神棍獎 不是 她是以為專業 很愛說藝人的事分 她是一個大神棍 來 詹老師 我在命裡界有一定的地位 在占卜方面絕對沒有失準過的 正常應該是我 我覺得你站起來講 對 完全看不到 這就是玉岩寶媽的事 還有小馬跟王思佳 還有客房人就在現場 我應該是最佳玉岩神棍獎 你全部都是對 年度最佳玉岩神棍獎 對 只差一個字 年度最佳玉岩神棍獎 不是 差一個字 差一個字 等喬心笑那麼大 各位親愛的觀眾朋友 你們都在電視機前面 觀看我們的節目 你們都是我們最重要的評判 好不好 俗語說得真好 是 各位 請看我們的肘子拉開 請拉 頒發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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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幕寫白字 是 收紅毯放狗 最不像同台藝人 得獎者 詹惟宗老師 好多 沒有越雲 不要越雲 你的心情 好多 好多 不要越雲 不要 你的心情到了 現在蔡允潔 蔡允潔太快了 下次我就是 是 有時候錄影的時候 講話太直了 得罪藝人 有可能 因為你鐵口直斷 對 有時候講話太大聲 強化 沒禮貌 但是在我們的標準裡面 你是沒錯 因為你就喜歡開這個玩笑 對 這個很好 在節目裡面 他就跟兄弟爬山 各自努力 對 你自己沒有表現 你又氣人家搶戲 不你又準 對 你說的是很OK的 對 好不好 感謝 沒錯 第三名 好不好 這對祖宗有交代 也謝謝 兩位 拜拜 謝謝兩位 謝謝 拜拜 謝謝 其實現在我們的心情 也不在於你的這個致詞了 重點是 牢裡面還關這兩位 我們的好友 到底是 好可憐 那我們現在來看看 到底哪16票 他們怎麼說 來 我最不想跟 張維舟老師投彈 因為只要跟他對到眼 就會全身不舒服 就會覺得 我是不是烏魚造底啊 每次遇到張老師 張老師都吵著說 要來我家看風水 好像我的事業 我的成就很低一樣 所以每一次錄影遇到的時候 我就會一直躲著詹老師 我覺得詹老師還滿好笑的 但是呢 身為學習界的第一把交易 跟張維舟老師一起上節目 會很有壓力 和他一起上節目 他非常的浮誇 然後呢 又很失控 有時候真的太誇張了 他每次都要我們幫他想一個 一份 所以以為自己很準 但是我覺得真的是還好 然後他每次呢 上節目 他老婆比他好笑很多 而且他女兒 隨便講的計畫都比他好笑 張維舟 真的不要再出來混了 真的 無告白球 我就是不喜歡跟張維舟談 他看風成沙漢 看我迷迷糊糊糊 他是以為專業 而按說藝人的識分 他是一個大神貴 我叫你愁死 你以為是誰啊 愁八怪 我一點都不想看到你愁死 愁死 好玩的啦 了解了解 雖然是下面一排 但至少第三 至少是第三 對 謝天謝地 凡事呢 過猶不及嘛 不要再一二 那就倒名死了 OK 好不好 請問您跟這個好到怎麼樣 幾乎可以隨時上床 可以講嗎 這個 就是我可以到他們家做他的床 他到我們家也可以做我們的床 這樣子 他十五歲你就認識他 對 大概五六年前的時候 哇塞 本來製作單位說 要找漂亮的女孩子嘛 我可以找四五個人 後來就選他這樣子 來 請看剪影 厲害 打中鋒 打中鋒的 打中鋒的 來 歡迎林小姐 哇塞 林小姐 這麼高 這麼高 林小姐今年 跪根二十 今年二十歲 二十歲 二十歲 二十歲啊 二十歲 那三圍是 三圍 三圍 然後二十五 三十五 哎呀 怎麼認得 就幾年前沒有搬家的時候 然後那時候 就是家裡狀況不是很好 然後就想說請詹老師來看風水 是 結果他那時候來的時候就說 我們家的風水真的氣場不好 有點乖 煞氣很重 然後那時候就覺得很準 是因為那時候爸爸剛過世 然後就覺得好像真的要趕快搬家 後來搬了新嫁以後 也有請詹老師來看風水 是 然後就真的有越來越好 真的喔 而且他媽媽還是我的粉絲 他媽媽很 他媽媽很暗戀我啦 他媽媽暗戀你 對 然後我跟詹老師很好 我媽每次都吃醋說 為什麼我跟詹老師那麼好啊 他都就是 沒辦法跟詹老師這麼好 我們三個很糾葛 就是他媽媽還滿欣賞我 誰跟你糾葛 這個就是煞氣壯的地方 媽媽就這樣 我們等一下 我們等一下 帶他進房間把燈關起來 然後我就進去 這不是我們以前 高中用來做事嗎 他還會 金元你嗎 對啊 就以前 就是有一陣子狀況不好的時候 狀況不好的時候 比較好是很大方 是 然後每次跟朋友出去 他都請問 都來買單 他買單是有名的 他超愛買單 超愛買單 嫌人家太便宜了 對啊 不要罵 吃六千塊幹什麼東西呢 這什麼東西啊 應該的 因為 就是比較對人生渺茫的時候 是 他還有介紹我到他 好兄弟的公司上 對 好兄弟 結拜兄弟開了超跑的公司 讓他去 他很多的感情世界啊 工作都會時常問我 是 我都很願意幫他做 你就像他一個爸爸一樣就對了 之前他小時候有暗戀過我 又暗戀 你有暗戀過嗎 十五歲的時候 什麼都是你自己在講啊 不是 這一題是我要問他的嗎 你自己講我們就吐了 你知道 謝謝 剪掉再來一次 請教一下 你對他有曾經 不是啦 不是這樣說 幹什麼 幹什麼 你真的對他有過好感 有啦 其實小時候我真的 不懂事嗎 就是有感到 真的有暗戀過老師 後來長大我跟他學 就是 其實我從小就很喜歡他 然後有一次 他來我們家的時候 就是 也是來我們家吃飯 然後他外套 不小心放在家裡 你就 對啦 我就把他收起來 然後就每天都 抱著睡覺 對不對 穿著他睡覺 差不多的意思 沒有啦 然後就把他當有點 其實最後就覺得是 有點辯父親節 把他當爸爸 就是很關心他們 照顧他們 他有曾經說過要帶你出國去玩嗎 沒有 他沒有講過 哇塞 聽起來都很壯 不會 這麼壯 真的你 不是 怎麼會這樣 不是 張惟宗 帶他們 全家一起出遊 我跟你講 我沒有原諒你 因為你這是一種病態 醫學上俗稱 練童癖 沒有 他有個小毛病 我不太高興 因為他 小時候還蠻乖的 可是他講話很害羞 然後呢 他每次跟我講話 都這樣子 就會有錯覺 你知道嗎 所以這是我造成我錯覺的危機 你知道嗎 現在家裡面經過他的看風水 你也非常快樂 對啊就是現在 其實比較一帆風順 你現在單身 單身嗎 嗯 剛單身 剛單身 那喜歡什麼樣的男生 矮的 色的 戴腳架後當色片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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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插鬧 眼睛藍色的 你喜歡哪一位男生 喜歡幽默的 然後比較有一點年紀的 如果再從哪一邊 詹惟中先生是單身 那追求你 你會 考慮嗎 你說詹老師追求我嗎 對 嗯 可能以前小時候不懂事會考慮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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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樂水 一樣 怎麼樣 빵 五車 mentioned measured 感谢观看